接下來關心到政壇焦點 接下來的國會恐怕是三分天下的局面 但真的只是三分天下嗎 我們可以感覺到呢 包含的是國民黨現在一直說嘛 就是韓江沛作為一個最主要的聲音 國民黨甚至呢 是對於龍頭寶座這個位置勢在必得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就還沒有選出來 朱立倫已經開始叫韓國瑜院長了 那接下來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呢 現在藍營恐怕會希望可以延續 所謂的藍白河的2.0 還是藍白河plus呢 好這個部分呢 現在呢綠營有對策 民進黨有三套劇本 長什麼樣子 一個一個帶各位來拆解一下 包含了第一套劇本呢 就講說在第一輪的時候 必須要取得絕對多數的57票 才能夠當選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在國民黨自己不跑票的情況之下 國民黨畢竟相對多數 然後呢加上兩位五黨籍 又是比較青藍的 比較泛藍的 好這樣的話是不是要想辦法 8席民眾黨你要吃下6席 你要吃下6票啦 才有辦法取得所謂的絕對多數 但這容易嗎 恐怕有點難嘛對不對 所以呢他們直接想好了 來再來下一個對策 進入到第二輪的話呢 他就不需要絕對多數了嘛 就只要相對多數就可以了 好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只要在藍白他們不合的情況之下呢 只要藍白沒有合作 那只要拿下民眾黨至少4票 就有機會超過國民黨的 52加2就是54啦 剛剛講說呢 國民黨自己52嘛 然後呢泛藍的再兩票嘛 加起來54 好這樣的情況之下 前提是什麼 前提是白 一票都沒有要給藍的情況之下 好只要拿到4票 第三套劇本呢 如果這一招再不行 那就是民眾黨如果呢 他們自己講好說 通通都只投給民眾黨自己 那這樣的話呢 大家都知道嘛 基本上就 就是保送國民黨了 那現在最有可能的就是 韓江佩龍 好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劇本呢 民進黨都已經想好了 你看到除了他們自己呢 覺得有機會怎麼樣去操作拿下 跟最後最後 可能是拿不下的 他們劇本一套一套 都已經呢 去安排好 去想好了 包含了民進黨立委 許智傑呢 就直接了 拋出一個說法 說要來重選 重演所謂的高雄市議長選舉的模式啦 就是說呢 跟無黨籍的立委 或是跟其他黨的立委來合作 所謂的合作對象 那大概就是白了喔 那也有立委呢 認為說 其實這個難度很高啦 應該要重回到政黨協商 好 那柯建平怎麼說 畢竟是 這個民進黨的立院黨團總召 他說沒有所謂的三個劇本啦 好 大家再講說三個劇本 怎麼樣怎麼樣一步一步來的 一輪一輪來的 他說沒有 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有償陪 就是要民進黨自己拿下來 好 所以現在這樣子的一個局面呢 到底會是怎麼樣來演進呢 我們來看看了 大家怎麼去分析的 包含的是我們來看到的 前列委郭正亮就說了 他說白綠合不可能啦 為什麼呢 民眾黨如果跟綠完全合作 那民眾黨完了啊 民眾黨就是直接變成 所謂的時代力量2.0了耶 那時代力量2.0的下場是什麼 下場就是如今的局面 如今的局面就是他一喜都沒能拿到 那這恐怕就不會是 民眾黨自己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嘛 想辦法要撞到自己嘛 根本不想要佈所謂的時代力量 現在的後程嘛 那這樣子大概就沒有這個選項了 另外呢 柯建民這麼早就把大拔話說出來了 也許還會有其他方式喔 你說口袋會不會長了其他招呢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手法跟方式呢 這很難說啦 所以呢 現在更擔心的 要擔心的是什麼 事實上在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我跟彭文正教授在那個論文門開箱節目的時候呢 其實他也有講到這樣預設的可能性 你說國民黨有可能 所有的票全部都鎖在自己手上嘛 很難說啦 你說這個不分區不可能跑票 地方呢 地方有沒有可能可以處理呢 這個就很難說了 所以呢請立委郭正亮他也特別呢 為了這件事情打上個大問號 你有把握不會跑個兩票嗎 跑個兩票就直接變成 民進黨是相對多數囉 如果是跑票的情況之下的話 這個真的是局面很難控制的 好再來呢 前立委蔡正元呢 他也說了 以民眾黨可以去得力的這個策略來做分析的話 可能會院長支持游錫坤 副院長支持江啟成 這樣子這一招也蠻高的 為什麼呢 我就是左邊也挺一下 右邊也挺一下 反正自己推的人不會上 那我乾脆去分散 雞蛋不要放同一個籃子裡面 那民眾黨 假設你想要建立所謂的政黨主體性 為什麼要所謂的院長支持 尤錫坤副院長支持江啟成呢 因為呢 預設到了民眾黨 可能要去跟所謂的韓粉來做切割 為什麼 因為當初在選前的時候 韓國瑜一句話嘛 這個總統不會是 總統沒有柯文哲 但是呢 這個立院韓國瑜去 好所以這個部分呢 確實會不會在當初 就已經埋下那個種子 所以現在是不是要拿來 劃分一下了呢 好在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到的是 台灣民意經濟會董事長 尤盈龍他說的 他說民眾黨如果開放 八名立委自己做決定 就是說不要講劇本了啦 大家各自處理啦 你想要支持哪一邊 那就哪一邊吧 那立院大家會陷入瘋狂喔 大家都要搶人對不對 就像是八支的小哥吉拉 他成為兩大黨籠絡的對象 那這樣子的話 吃香的是誰 真正得利的是誰 變成是民眾黨囉 所以呢 現在這些劇本 都必須要先把它預設好 才能夠找出相對應的策略了 是不是 好所以在這邊 我們也來看到了 在網路上的 雅虎其謀的民調 最新的民調呢 就問到說呢 你支持哪一個政黨來 擔任立法院長 我們可以看到 在比數的部分呢 民眾黨的部分拿下了 15.9個百分點 民進黨的部分 18.5個百分點 國民黨拿下 進辦數的48% 也就是說呢 看得出來 其實一般民眾 很希望說在 國會的部分 可以跟現在的執政黨 做出一個制衡 有一個前置的作用 那必須要什麼 好我們來看到是 國民黨來去執長 來擔任立法院的龍頭 好另外一題呢 被問到說你認為民眾黨 到底應該跟誰合作呢 到底是要綠白還是藍白呢 好在這個部分呢 跟民進黨合作的選項 這個只有拿到了18.3% 但跟國民黨合作這個選項 拿下了42%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整體來說 不管是民眾黨的合作對象 如果民眾黨合作對象 是按照這樣子的一個分配的話 百分比的話 那也就是說呢 確實很有可能就會是 按照國民黨所設想的劇本 而且是最好的劇本來走下去了 所以可以看到呢 現在 預計想要來爭這個龍頭寶座的呢 韓國瑜現在呢 很積極的在各地方參序 北部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 好嚴家處理的齁 說接下來呢 在今天要到台中頂酒店 跟中部的欄尾來參序 好這個部分呢 嚴家也是幫忙來把所有人都給照齊 那就看看接下來的協調狀況 極極的能不能順利來進行下去呢 好當然現在為什麼而忙 為了就是2月1號新科立委要來報到的嘛 當天就要來選出立院的新任的政府院長 那國民黨現在呢 大家看到了都是要來力推韓江沛 但是呢 卓沛現任的院長呢 游錫坤就暗指說 這個組合是大陸鼠疫的人選 那這一黨呢就痛批說 這根本就是在抹紅嘛 呼籲關鍵少數民眾黨 不要去綠白河要加入執政聯盟 因為呢更應該順從民意 不然你這樣只會淪為民進黨的側翼 2月1號新科立委報到 立院龍頭之爭也煙銷未四起 國民黨韓國瑜喊話要走韓江沛 交出院長寶座 還特地跑到太中宴請中部立委 要爭取黨內支持 而新任立法院長游錫坤為了爭取連政 先自誇自己不是大陸喜歡的人 才不會被大陸干預 還亦有所指的說 若未來選出大陸鼠疫的院長 就有可能會被對岸施壓干預 而在黨炮轟 民進黨真是抹紅抹上眼 無所不用其極 因為國民黨有52席 再加上兩席親藍無黨旗等於有54席 想比民進黨51席是國會最大黨 但民進黨也有8席 三黨不過半 藍綠爭取他黨支持都變成關鍵 也傳出民進黨為了守住樓頭寶座 已經設想了三套劇本 第一種就是民進黨得在第一輪取得絕對多數57票 要爭取他黨至少6票 而第二種就是在第二輪爭取相對多數55票 勢必得拿到民眾黨4票 而最後一種劇本就是民眾黨選擇投給自家人選 保送國民黨韓江沛 而國民黨則提醒若民眾黨選擇綠白河 後果就是成為富庸淪為小綠 辜負選民期待 他如果去支持民進黨的話很快的 他就變成一個執政聯盟的一環 他沒有所有的監督力量 投票給民眾黨的選票 當然是希望民眾黨能夠發揮 在野監督制衡的角色 而不是擔任綠營的側翼 民進黨是否會繼續全面執政 立議院龍頭執政的結果 將會牽動在野監督的力量 記得張教鵬 許國豪 台北報導 現在因為距離這個國會立議院開議 就是時間一直越來越近 所以說在國民黨的部分 他關注度非常非常高 好 管他有幾種劇本啦 到底他們看著的就是 能不能夠把韓江沛給推上 這個包含的是龍頭 跟接下來呢他的搭檔了 好這樣子呢 我們其實呢剛剛講到了是 在朱立倫的部分喔 感覺呢很有信心 勢在必行 為什麼呢已經開始叫韓國瑜院長了 那朱立倫的部分呢 他特別講到了韓江沛就會堅定的往前走 國民黨呢一定會是團進團出 看起來應該是蠻有把握的 不會跑票嗎 好中午的部分呢 韓國瑜江沛成在台中還有 中部的立委地方大佬來參試 他們稍早的時候就說了 對於個別立委的行為不予置評 當初答應不分區第一 是為了要團結在野監督政府 江沛成也說了 不擔心黨內會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意見啦 就算國民黨是立院最大黨呢 總統權力還是很大的 所以在野一定要團結 各別委員他們的一些行動 我們不予評論 我已經說過 那接受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 當初原始的想法 是看到民進黨貪污腐敗太嚴重 因此我們希望在野的立法委員的席制 國民黨的席制能夠增大 盡一己之力 讓國民黨立委越多越好當選 那我們也希望過去八年民進黨的貪污腐敗 未來在賴清德領導之下的政府 能夠良心發現改邪歸正 可是我們不知道 善良的台灣人民 完全不曉得未來四年 賴清德的政府能不能夠清廉執政 這個時候在野的所有立法委員團結起來 形成一股強大的監督能力 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別我們再三跟選民保證 我們一定要恢復特徵組 專門針對貪污的大官要整辦 所以在野的立法委員希望大家能團結起來 這才是我接受國民黨不分區第一名 給予自己的要求 我也相信是廣大的民眾 對我們的要求 讓我們一起團結起來 謝謝 不會有分區啊 這個基本上 我想立院的政府院長 其實在整個立法院 他跟行政院之間的角色實際上非常重要 過去八年以來剛才 韓勝也提到 人民對於如何監督政府這件事情 而且要有效監督這件事情 實際上是充滿疑慮的 那也因此呢 我們搭檔希望能夠競選政府院長 就是希望發揮在野合作的力量 來監督目前的這個執政黨 那雖然目前的執政黨 他們在立法院並不是多數 但是總統的權力畢竟還是很大 所以如何發揮有效的監督力量 也是接下來我想廣大人民的期待 Guna拍板由韓國瑜出馬來角逐立法院長 那麼今天呢 剛剛看到了在中午的部分呢 立委當選人陸續抵達了台中零酒店 立委當選人黃建豪就說了 一定是力挺黨提出的候選人 下個星期一內部協調會 希望能夠凝聚共識提出最好的人選 樓庭偉則表示說 會力挺幫助台中的候選人 我們的立場意思就是說 黨中央羅推對哪個候選人 基本上我們就會支持哪個候選人 所以一開始我想要喊江沛 那大家就會全力支持 那現在這個傅崑奇 如果也表態說 他要爭取這立法院龍頭的位置的話 那的確我們就看看禮拜一 對禮拜一會有一個 內部的座談跟協調會 那看看這個協調出來的結果 那如果要有最新結果的話 我們就會依照那個決議 那如果沒有要進行假投票的話 那我們就是在 就是依照個人的意願來投票了 所以現在到底要不要進行假投票 黨內目前都還沒有確認嗎 對我目前還沒有收到消息說 會不會進行假投票 但我知道說明天禮拜一 有這樣子的一個會議 那所以說我想 有些決議可能會在明天做出決定 所以我們也期待說 明天能夠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共識出來 讓大家有一個 有一體的共識 因為畢竟我們雖然是 國會最大黨 但是贏的席次不多 所以如果一個跑票 兩個跑票 我想這個國會席次的立法院龍頭 就會被其他政黨拿走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希望說 國民黨至少這一次 身為最大黨 還是能夠團結一次 選出這個多數黨的院長 其實基本上我們還是 希望黨內一定要團結 那我們非常重視 黨內團結的這個氣氛 那也更希望 台中已經有台中隊 有八席的立法委員 我們要全力以赴 以台中隊 台中的建設福利為主 那我們更希望 立法院可以擁有最強最強的戰力 不只是打炸出壁 更需要更多的地方建設福利 趕緊要追上 台中真的停滯很多了 所以我們希望 還是以台中的福利為主 那我們更看到了現在 現在立法院非常非常的有希望 可以拿到立法院的院長 我們是非常非常樂觀其成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你挺韓國人挺不分級 我支持願意幫助台中的 任何一個民意代表 那只要願意為台中來努力 我的心中只有台中 所以在我的第一優先 還是以他們誰能夠幫助台中 我就會支持誰 我們看到現在的立院 就在龍頭爭霸戰當中 國務院長呢 可以說是這個 韓江沛已經成行了 大家呢 是不是能夠做好團結 做好相輔相成 好我們來看到了 包含的是呢 前面提到了 朱立倫已經開始叫韓國瑜院長了 是不是呢 真是像羅庭偉講的 樂觀其成就真的能成呢 好我們來看到 時事評論員何啟勝怎麼說了 他說韓國瑜拿下立法院長 牧已成舟 板上叮叮的是啦 如今天變的是什麼 就是白銀可能會院長頭 游錫鴻副院長頭 將啟成這樣的可能性很高 為什麼 就是也有可能 白想要跟韓做切割 除此之外呢 現在的傅崑奇來勢洶洶啊 因為立委傅崑呢 也宣佈參選國會領袖 正式向韓江兩人下戰帖了 他強調說呢 會以國會改革為主 承諾18個月內 要完成立院聽證權調查權 讓政治清廉透明 政府呢沒有弊端 當場就簽下了承諾書 他說如果沒有兌現政見啊 就辭去領袖的職務 一起來看 傅崑奇在這裡 不是為了任何的職務 而是帶著我們這麼多 繼承百姓陰陰的期盼 三十年來要求的國會改革 應該立即的來進行 而這件新的國會的議長 也必須施以國會改革為主要的任務 傅崑奇在這裡宣示 如果傅崑奇擔任國會的領袖 會在18個月內完成立法院的聽證權 調查權以及把所有的這個 國會的議事攤在油光下 所有經費的使用讓全民來監督 並讓中央政府能夠不會再有任何的弊端 讓我們的國家能夠清延 政治能夠透明 是這一次傅崑奇希望參選國會領袖 最重要的原因 我們在這裡再一次的承諾 如果傅崑奇能夠有機會 來擔任國會的領袖 18個月內沒有完成國會的改革 落實所有聽證權 調查權 陽光法案 以及所有通明事項 回應基層百姓陰陰的期待 18個月內如果沒有辦法 來完成這個國會領袖 就應該要持續領袖的職務 在這裡傅崑奇會現場的來簽署承諾書 我們更希望不管誰要來擔任國會領袖 都必須要公開的承諾 18個月內要完成所有這個立法的程序 讓整個國會能夠在陽光之下 屬於所有繼承百姓的權利能夠伸張 讓我們國家不再有弊端 讓所有的政府能夠效力來提高 工長主席朱立倫呢 跟西北市長何友宜來到了真話 來參加謝票感恩茶會 針對傳出說如果假投票 韓國瑜將會退出立法原諒選舉 朱一倫就博士謠言了 他說相信韓江沛一定會堅定往前走 更同時呼籲民進黨還有賴心得 不要再搞金錢權力交換了 痛批任何的奧伯都是會讓大家看不起的 對於民進黨或者是對於綠營的一些清算反忽 國民黨一定是做萬全的準備 但是我還是強調的就是 如果要把臺灣的政治 繼續的惡性循環 臺灣的民主繼續的傷害下去 賴清德主席應該要做一個最有智慧 最明智的一個決定 明天就是我們的政黨的 我們的所有黨團前員的談話會 大家明天大家就可以參照我們共同黨 我們希望大家都是來解釋 那主席假投票這件事會進行嗎 我們都不做假設性的說明 黨團是自主的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了 我們都是環境環境 而且是堅定的往前走 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對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解控